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right corner from China Please welcome Tom Xiu-Fu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right corner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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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 to lunch The right corner from China 多1 0 诀 诀 ellas 诀ym 谭晓风,蓝芳选手是来自俄罗斯的伊斯兰 伊斯兰在我们团体经常出现,而且获得了75公斤的尖腰弹 整个的身体素质一直是很好的,整个动作的攻击力也很大,杀伤力也非常的强 而且在我们团体当中打败过肖沙狂,而且是第一回合,把肖沙狂读秒 对,谭晓风呢,这两年兴起了一个新秀国内,暂时过这个手臂终结者卡尔 虽然说上一次在文明传奇泰国战的比赛是输掉了比赛,但表现一直是不错的 今天场上的感觉还不错,上来一直比较主动,在采取压迫这种态势 其实呢,谭晓风跟伊斯兰是第二次交手,上一次交手是在思路营红上 谭晓风以点数败给了伊斯兰,所以这场比赛谭晓风还是非常期待的 哦,这也有点复仇在这边 对,也有点复仇的意思 在谭晓风看来呢,对手的打法非常灵活 上次输掉比赛,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因为跟着对手的节奏走 所以说整场比赛打的都不是很顺 这场比赛要发挥的更稳健一些,不要跟着对手队 对手走 谭晓风,他还没用手,该进入狗狗拳 所以我们看谭晓风一直在往里面压,往里面逼,想进去 是的 伊斯兰也是在拉开距离,他不断后撤,不断出一些腿法的一些主角 嗯,搭档这个董江涛老师,眼光确实非常独到 谭晓风确实是拳法上比较出色 他这场比赛也是想用自己的拳法来克制住伊斯兰的一些技巧 这个每一次都没有跟运动员在赛前的这种沟通比较多 呃,谭晓风可能已经事前给你这个透露了自己的这场比赛的具体打法的战主安排 是的 好,谭晓风正在继续力量的中击 漂亮,哇塞,一拳中击 这个基辅的,基辅这个力量很大 但是谭晓风的一个最关键的任务是要合适的在炸 避开对手的堵截要合适的能够非常果断能够进得去身才行 谭晓风一直抓这个时机 其实但是对手的防守也相当严密 这个时机更好抓 所以也不会出现场上我们看到 刘慧真的不当 呃,角落很雕和 对,但是背叹我们 对,但是背叹我们 对,对,对,对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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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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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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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进入到第二回合 伊斯兰还是在打中远距离的动作 但是进去的时候一定要裹断一点 这种突然一下的进攻可能并不能够打中伊斯兰 因为我们知道 所以我觉得陶晓峰说进去的话 一定要是把自己的动作压在第三次或第四次的打击上 因为我们看伊斯兰整个一次性的这种后撤的躲闪能力很强 哇 祖国拳进去 这个之后伊斯兰抱很紧 对 伊斯兰已经吃到了这个陶晓峰祖国拳的力道 所以一旦陶晓峰发起祖国拳的时候 伊斯兰能抱紧陶晓峰 对的 从资料上来看 伊斯兰身高以8.3 陶晓峰身高以8.3 但是从这个身材比例上 欧美人可能这个身材比例比长 胳膊长 身材比的更好 对 身材比的更好 更占优势 特别是东欧的这个人种啊 整个身高比例 一个普通人走在大街上可能都是运动员的身材 而且这个伊斯兰的整个东欧这一块的 运动员的整个爆发力啊是很强的 那他啊 推开之后啊马上急迫的后重拳压过去 是的 太阳晓峰当逼近伊斯兰靠近眉省的时候 离我们是最近的距离 我看到他这个大腿外侧 这个太阳晓峰还是要往前走啊 因为我们知道进去之后 即使自己的动作不能够有效发挥 也会造成伊斯兰这种 也会造成伊斯兰这种搂爆 那这样情况多的话 我们可能会给他出示黄牌 是的 刚刚伊斯兰把太阳晓峰甩掉了卫生之外啊 对 而且但是他第一时间停住的动作 这是一个职业运动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职业素养 好 前阳高扫啊 瓜涛 太阳晓峰的这个前额 是 还好太阳晓峰的拳法比较卓越 而且报价比较严密 不然的话伊斯兰频频的高扫 这后手的这个危险 后手的追击啊很危险 太阳晓峰还是想打组合拳 但是往往总是打出两拳之后 就会跟对手抱在一起 伊斯兰对于太阳晓峰的这个组合拳进攻啊 往往会采取一种方式低头埋身 这样的话也很容易造成双方搂在一起 那我觉得太阳晓峰在出组合拳的时候 应该换一种方式吧 哇 再一次高扫被太阳晓峰 这个伊斯兰拉的每一次高扫都会绕过 翻过太阳晓峰的这个防守这个全套全锋啊 但是太阳晓峰对于自己的防守 特别自信 好 漂亮 低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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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能站出安排,从第一回合到第三回合 还是没变,哦,这高扫,第二次高扫 这个轮跪那圈速度很快,整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弧线 一个飞溪把韩国撞倒 这个反击太巧妙了 一点似于我们散打了这个火壁之后的一个反击 双方能站起来 双方不要跟他走这个距离,这个距离是吃亏的 一定要贴紧对手,连住对手,不要在这种距离去挡 对,打一个中近距离,发挥自己组合拳 他对于双方的组合拳还是十分忌惮的 漂亮 今天太阳风的教练袁蕾先生没有来场内指导 这个太阳风好像失掉了这个场下的支持一样 太阳风好像有点不太大 在这个时候正需要一个坚定有力的依赖 这个时候可能是战术上稍微做一些改变,整个局面会不一样 太阳风从这个拳法的力道上和动作上都非常非常不错 因为我们看现在太阳风这个情况是有可能改变一些战术 和去改变现在这个局势的 因为有一些拳手的一些情况因为水平相差太多 你跟他说战术的一些战术安排可能他做不到 也没什么用 但是太阳风这样的选手有很大的这个太阳的基础 实战经验也比较丰富 所以 最关键是就目前双方这个技术的特点来说 他是很有这个可能的 这些却稍加的知道 抓住机会比赛的时间不多了一定要进去 现在对手也是在有意的跟太阳风保持一个中央的距离 前手四旋和扫队都可以得到分数 都可以得到优势 我会不论 一秒钟,把战灯转身外拳,连续的进行动作。 走! 好,这是一场中俄超级对抗赛,两位拳手都有着非常优异的战绩。 而且这个Islam,I-S-I-L-A-M,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下,他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俄罗斯的拳王。 那今天我觉得小枫打得也是非常棒,那我们先掌声送给两位拳手,送给我们的小枫,好不好? 能够坚持到第三回合,能够打完,真的已经是十分不容易。 来,看一看我们裁判的裁决,1号、2号裁判,28比30,3号裁判。 27比30,本场比赛,蓝锋胜。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I hate it like you're bad